大家好,我是Alex 先前拍幾條影片介紹Sony新出的 70-200mm 2.8 GM2 即是Mk2 的鏡頭 幾次試用都非常愉快 覺得很好 亦是很幸運 第一時間買回來 可以有幾次拍攝 給大家看看分別 主要是輕巧和有2.8光圈 我上次都提及過 將這支鏡頭7-400.8 加1.4和2成 某程度上 好像一支100-400mm 5.6的Sony鏡頭 印象中兩支鏡頭的質素 例如70-200mm加2成 去到400mm 同支100-400mm 即是這支 很接近的質素 但印象中 未實際比較過 今天特地拿兩支鏡頭出來 去比較一下質素 亦都會將7-400.8加1.4 2成 那個焦距令到很接近這支100-400mm 再比較一下 測試同時都希望會用兩組光圈 例如這支是2.8光圈 我會用2.8和另一組光圈可能會用8光圈 通常我們拍風景拍其他東西都用8光圈 如果有時要淺景深就用2.8 這兩個組合就是鏡頭的光圈用得最多 中間那些45.6那些我就不再測試太多了 因為如果太多拿出來給大家看都可能會比較煩 而這支鏡頭是4.5至5.6 我都會設置兩組光圈 一組就是開盡光圈 可能這個100的時候是4.5 一路一路慢慢會收細 去到400就是5.6 當然加了這個都會嘗試加個1.4到2成 再看看效果 另一組光圈就會用8光圈 雖然收少許 但這些鏡頭很少收到11光圈 通常都是最大光圈和略為收細少許 因為本身光圈都不是太大 你再收光圈光圈太細 在很多場合下影的照片 可能快門會太慢或者ISO會太高 多數都是開到比較大光圈去測試 如果手感來說 這個70-200mm 2.8 Mark II 都是很輕的 我的手因為鏡身不是太細 就像傳統鏡身 但因為1kg去平均分佈 只手真的覺得很輕 比較我那支Canon 70-200mm RF版本 它那支是短的 不過粗壯些 都是1kg 重三幾十個gram 基本上一樣 但那支感覺上好像重些 當然RF版本的70-200mm RF版本 它收藏時是小一點 因為它短 收藏袋都方便一些 而這一支因為鏡身比較長一些 所以收起來會大一些 另外上一次也有YouTube朋友說 阿鳳Sir為何你呢 上次你將這個發插板 裝在它原廠的腳架座 即是它有一個ALO伸出來 原因就是我試過 我直接將一塊Winbley的發插板 放在它左邊很細的位置 有少許鬆動 落腳架動時會有少許鬆 後來我想一下 其實都可以再試一試 我換了一塊RRS的發插板 這個RRS的發插板 錄不到 這個組合我覺得都值得推介 即是說那個片是盡量貼近鏡身 平時裝在那裡 你拿著手都不覺得有個片在 如果真的有需要用腳架 這支鏡頭也有個好處 因為它相對比較重 差不多你大約約1400克左右 這支只有一kg 你加在那裡有時重 這樣拿著就方便一點 因為如果去到1400克 就這樣拿著就不太方便 有時重太多 這個都可以保留 但如果大家用這支鏡 又想有時我們叫low profile 即是矮一點的 造心低一點的 可以擦個這個 又是了 一個有少少尾兜兜的plate 接裝在那裡 這樣就比較穩妥一點 這兩個來講 就算個72、8.8Mk II 一kg 你裝個1.4位二乘 都仍然是比這個輕 但我們最關注就是 你裝了個二乘之後 200mm乘2變400 都是5.6 這支又是5.6 究竟那個分別大不大呢 這支鏡頭可不可以代替到一支 100、400呢 雖然這支是貴些的 但你要下個1.4位二乘 才去到400 這支相對便宜一點 但它不需要下的便宜 究竟旅行的時候 應該帶便宜 甚麼狀況呢 我們現在試一試 首先我用70M的焦段 開進光圈F2.8去拍 相信大家最關心 就是開大光圈時的質素是怎樣 我分別 就將中間的影像 和側邊的影像放大 方便大家去比較 大家都是看到開進光圈的時候 無論是中心或邊緣 質素都一樣好 非常之銳利 之後就將光圈收到F8了 這個當然是沒問題 所以我也不特別放大了 之後也會試其他兩個焦段 是100mm和135mm 都是分別用開進光圈和F8 我們關心的通常都是一頭一尾的焦段 即是70mm和200mm 而中間的100mm和135mm 我都不特別放大給大家看 去到最長的200mm 仍然是開進光圈F2.8 並且放大給大家看下的效果 我們首先看看中心的質素 大家都是看到放大了之後 樓宇的線條都是清晰銳利的 之後我們再看看邊緣的效果 其實和中心都很接近 仍然是很銳利和清晰的 到收細F8光圈了 質素當然有回到尾 我也不特別放大 大家就在大電視上看 之後我們將鏡頭 量了1.4的增距鏡 為了簡化測試 我只做了70mm和200mm的兩個焦段 分別是全開光圈和八光圈 中心和邊角 加上就有8張相 而在lightroom比較 就發覺加了一幀鏡後 反差是弱了一點點 而解重度也下降了一點點 但整體來說分別不是很大 我是因為放大了100%去看 才發覺有些分別 大家又看看它的分別有多大 我沒有看一下 我沒有看 我可以看到 之後我就換上了二乘增距鏡 測試方法跟老師一樣 分別用了F2.8和F8光圈 看中心和邊緣,一共8張相片比較 影像質素相對比1.4倍增距鏡 我覺得二乘增距鏡反差再略為降低一點 但其實都是很輕微的 如果大家在大電視上看,可能會看清楚一點 主要有量的測試,就是一般的鍋子 在樓下看,而且在煎餅上的鍋子 沒有人的雞胸,但就很輕鬆 在煎餅上的時刻作,我們有什麼 劍在煎餅上的方法 在煎餅上的手段,我們有什麼 在煎餅上的車子,我會用到煎餅上的 在煎餅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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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餅 GM-2 整支窗戶鏡甚麼都不下 還有下了1.4和2成 拍了兩個部份 一部份是拍了一排的樓宇 可以看到四角的質素 以及中間的解像度 接著我拍了海面上的大船 對焦點是船來的 而背景就是樓宇 亦可以看到質素 亦分別是70-28 就這樣做成人之鏡 加了1.4和2成 效果 現在我博了一支100-400 今次主角想比較一下 下了7-482.8 下了2成 理論上焦距和光圈是接近的 但質素下了1.4至2成 是否會差太多呢 會否等於這支甚至乎好過呢 這個都很期待 今次真是實戰 我有兩支鏡在手 可以試得到 現在就開始試一試 G100-48mm GM鏡的測試 我主要都是拍100mm和400mm兩個焦段 亦分別用了5.6光圈和8光圈 看看中心和邊緣的影像質素 現在就先摸入電話 平時有一個不停的 我會看到 那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們會有5個天啊 那我會看到 有4個天啊 可惡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一些水平的水平 是有4個天啊 有4個天啊 可以看到 我們會看到 作為實戰拍攝測試 初步印象我又覺得70-200mm f2.8gm2加了二乘增距鏡後 和100-400mm鏡頭分別不大 當然100-400mm鏡頭略勝一籌 但分別只是很輕微 唯有方便大家的比較 我是把兩組相片拍在一起方便大家看 亦都是,如果用大電視看 可能效果會明顯一點 就能看得到它的分別 大家看完後又覺得怎樣呢? 我便覺得70-200mm鏡頭加上二乘增距鏡 在全開光圈時,它的質素比100-400mm差少少 而光圈收到F8時 而光圈收到F8時 兩支鏡頭的質素非常接近 就算邊角亦不是相差太遠 至於兩支鏡頭怎樣選擇呢? 其實就視乎你的需要 如果兩支鏡頭還未有 想買一支長鏡 我就會建議買一支70-200mm f2.8gm2 因為一支鏡頭的焦段比較常用 亦比較輕巧 當需要更長焦距時 可以考慮先添置增距鏡 在某程度上 亦可以代替到100-400mm 但當你專注拍某一對齊材 例如蝴蝶要多近拍攝 你便可考慮100-400mm 如果你要更長的鏡頭焦距 可能你會考慮200-600mm 因為200mm做8支鏡頭 都頗有抵玩 和質素非常好 我也經常用來拍作仔 經過今次測試 我覺得新出的鏡頭 真的有不少改進 如果你在用一代 那需要不需要換至二代呢? 其實都視乎 新的改良對你有沒有幫助 今次就講到這裡 遲些再和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 按讚和分享 拜拜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小寧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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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